我们可以看到A股的三大指数 今日是涨跌不一的 截至收盘 户指跌0.14% 生成指跌0.38% 北镇50跌1.12% 那针对今天指数运行的这个情况 这个走势 以后老师您怎么看 我们看今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缩量震荡的格局 当然今天整体表现出的是一个什么 也就是护强深弱的一个走势 在昨天我们看到是护弱深强的一个走势 同时我们看到这两个交易日都形成了一定的缩量 那么这个缩量其实很多投资者认为 是不是整体从2923点反弹以来 是不是形成一个高位 并不是 还记得昨天的是我们重点签调关注一个点 也就是3010点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上证指数的低点是在多少呢 仔细看一下 是在3013点 也要仔细看一下今天上证指数的分时机构图 因为很多投资者都预期什么 这个位置是不是会形成大跌 或者说整体而言在这个位置 它的震荡幅度会比较大 我并不这么认为 虽然说昨天我们看到整体的中概股票 整个形成一个下行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昨天海外市场形成一定的反弹 以及我们看到今天的北向资金是一个小幅进流出 但是并不改我们在近期内强调的是什么 可能会产生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分时机构图 今天上证指数先走出一个高开 也就是高开之后的低走震荡性的行情 这一波高开低走是源自于什么 贵州茅台在昨天晚间传出重磅利好消息 时隔六年的时间提价20%好 整体是一个震荡弱势的一个行情 当然今天有没有跌破301010点 没有跌破 今天的低点是在3013点 就是其二 我们再看一下生成指这边今天走出的什么 高开之后的震荡性的行情 当然蓝颜色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盘个股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形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也是一样的 好 如果说从K线组合上 我们在今天早盘的收盘 重点强调的是什么 创业板指和生成指并没有创出近两天的新高 但是我们看到的什么 上证指数 一定要仔细看一下是不是在今天形成一个顶部再逐渐的上移 一定要仔细看一下 就是2923点形成的是什么 这个位置低点之后顶部再逐渐的上移 同时底部再逐渐的上移 因为对于道士理论而言 大家都知道一个上升趋势形成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顶部再逐渐的上移 同时底部再逐渐的上移 这个叫做什么 多头市场 这是其一 其二来讲的话 我们很多头者说 这个位置跳红缺口 是不是一个主要压力 我告诉大家 并不是一个主要压力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重点强调 一个点位是什么 3000点 对吧 那么3000点大约就在这个位置 3000点跌破之后 很多头者其实并不认可 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10月23号将产生历史性的低点 对吧 好 我们之前强调过几个点啊 咱们回顾一下 上一周我们有几个关键词 首先我们强调在10月23号是产生历史性的低点 我们在10月19号 MBM证券服务频道 我们的视频端 重点强调过 对不对 好了 强调过之后 10月23号第一点 也就是在2923点 好了 2923点之后 我们强调 3000点之下 就是一个黄金坑 就是一个空头陷阱 而且我指数什么 A股股民最大的风险 就是踏空的风险 对不对 那时候很多头者都在犹豫 那时候很多头者 其实情绪并不佳 但是我强调的是什么 并不像很多头者预期那样 还会有个二次探底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还记得吗 我们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没有突破3000点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讲 还会有一个二次探底 对不对 我强调 没有所谓的二次探底 你看这两天都什么 强势震荡 说明什么 还是一个指数性行情 对不对 同时在昨天 其实晚间有传出利好消息 也就是我们的金融工作会议里面 其中涉及到几个方向 比如说股市 债市 汇市 包括像楼市 这些其实释放都什么 一系列的重磅利好消息 尤其是再次提及了 我们之前一代强调的是什么 活跃资本市场 你要自己听一下 活跃资本市场 在什么时间提出的 是不是就在前期的7月25号 当时跳红缺口 7月24号的会议里面 重点提出的 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两天我强调一个词叫 倒行反转 那么这个倒行反转什么意思 咱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一天是7月25号 形成一个大幅的上涨 好 在7月24号形成的是什么 一个低点 7月24号当时重点是强调几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什么 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 第二方向是什么 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的信心 好了 形成一个大涨之后 我们看到再次形成一个跳空下跌 左侧是跳空上涨 右侧是跳空下跌 好 这个位置看一下 左侧是跳空下跌 对吧 快速触底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 着重讲到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 在小跌之后 大跌 它就是会形成一个快速触底 我告诉大家 这个位置就快速下跌 对吧 好了 你看 在整体的8月份开始 到9月份 是不是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 好 我为什么签到的是什么 要组织一个跳空上涨的核心 在于什么 此一天 很关键 因为在7月25号 当时有左侧的向上跳空缺口 同时跌下来有个向下跳空缺口 这就形成什么 向下的一个倒行翻转 我个认为 明天和后天 我们要着重关注 我再次敲黑板 咱们所有的投资者 一定要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直播间 打一下 888 为什么 因为这是给大家留念 留念是什么呢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10月23号抄底吗 对不对 当时我们建议大家写上什么 10月23号 果然 10月23号形成低点 好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跳空缺口 大幅上涨 而且它会形成于什么 放量大涨 原因是在于什么 因为市场在这个阶段 也就3000点的下方 都是悲观的 都是犹豫的 也好真正形成一个大幅的上涨 而且是放量上涨 站上这个跳空缺口 它会带来是吗 整个市场一致性预期 我再次强调一下 往往的顶部 或者说指数的一个 形成一个高点都什么 都认为牛市行情来了 对不对啊 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 当时我们强调 3000点再也不见 对吧 3000点本身在这个阶段 我认为会形成一个震荡反弹 没有所谓的二次触底 而且从2923点形成的是什么 一个直接的跨年度行情 到明年4月份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点 从上证指数而言 我们在昨天给大家强调的一个点是什么 上证指数30分钟结构图 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位置啊 它走出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一二三浪 上证指数30分钟结构图啊 这是一个一浪上行 二浪的回事 好 三浪 那么我们在昨天强调过 这个就是一个A 四浪A 然后是四浪B 对吧 好 这个位置四浪C 明天同样 我告诉大家 仍然要关注的是什么 它跌不跌下来 一定要记住啊 它跌不跌下来 然后它后期来讲话 我认为会形成一个连续震荡反弹 就是跳空上涨 整个这是一个四浪的结构啊 仔细听一下 很关键啊 这是第一个技术方法 第二技术方法 我们看一下日线结构图 还记得我们在从3418点 给大家整体讲到的是什么 仔细看一下啊 每28个交易日啊 可能很多人已经忘了 往往它的终结位都是一个什么 一个拐点 不管是高点好 还是低点也好 仔细看一下 2923点这个位置是一个关键的低点 好 在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 11月底 也要仔细听一下 11月底 有可能是低点 有可能是高点 好 我们把上证指数短期而言走势 我要告诉大家 目前有没有走完 并没有走完 我告诉大家 这一次真正形成一个相对的高位 是什么 倒行反转 跳空大涨 而且是放量 今天我认为是属于什么 在利好消息的催化下 没有形成放量上涨 反而形成的是什么 一个缩量的震荡 这种缩量震荡 还是维持在 3010点的上方运行 和3025点 这就说明什么 市场在这个位置 正在蓄势 今天很明确 就是来叙事 而不是说往下叙事 跳空缺口 其实我告诉大家 一定会回补 而且我们在前期也讲了过 3000点 只是什么时候 能够向上突破而已 对不对 突破之后 你将不会建造3000点 同样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吗 这个位置啊 一定要仔细看一下 逐渐的要形成一个突破之后 那么好 我要告诉大家 它会形成一个短期的一浪结构 短期一浪结构 然后才会有一个小结构的二浪 它仍然在3000点上方运行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在等 那么等等什么 我们关注什么板块 还记得吗 我们在近期一直在强调过 我们就看证券板块就行了 很多人说 陈老师你看 今天证券板块并没有涨 错的 今天证券板块已经开始冒头了 仔细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先涨 好 先涨 横着走 对吧 我们看到在整体的大阳线的中间的位置 等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 实际关注 这是其二来讲的话呢 从我们目前看 市场反弹没有结束 而且你看近期来讲 不管是我们所说的金融会议也好 包括一系列的对于保险基金的相应的一些考核的办法也好 以及一系列的汇金啊 等等的这些利好消息 全部指向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了 对吧 那么股市就反映了经济 所以说 11月的行情已经扑灭而来 主升上涨了的行情已经来临 那么我其实结论很清楚 我们就等待一个跳空上涨 就这样 我们就等待在这边 感谢观看